二战结束71周年 独派团体 台湾教授协会再度疾呼 台湾政府应该为死于 二战的台湾人设立国家级和平公园 与台湾卫林碑 该会秘书长徐文堂说 日本冲绳平和纪念公园 已经设立蔡英文总统落款的台湾之塔 菲律宾有台籍日本兵安魂碑 日本禁国神社也有2万多名台湾人 高雄市关怀台籍老兵文化协会理事长江仲华认为 台湾人被抓去做日本兵参加二战 被抓去当国民党兵打国共内战 或是遭俘虏成为解放军 甚至在被解放军送去打韩战 都非自愿 台湾人没有主权 每一个未来政权把台湾人充当军奴 而众列词主寺皇帝宣言 旁边才是国民党那些黄花钢72劣势 没有一个跟台湾有关 江仲华说 江仲华说 我不知道小英政府知不知道这一点 他就职典礼丸就跑去那里 不管他是什么遥记还是什么拜的 我觉得这都没有意义的事 反而是我们这种真正为台湾兵纪念的公园纪念碑的所在 中央政府都不来关心我们 零二战时在台湾被日军虐待或误诈的盟军战俘组织 至今每年伴追思维 国防部都派员参加 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表示 有人问他为什么有台湾人要去参拜日本禁国神社 他反问对方知道有多少台湾人家庭里面有人被供奉在禁国神社里 因为那时候的台湾人就是日本人 对有人主张把禁国神社里的台湾先人引返台湾 他反问要赢到哪里 对方说中列词 薛化元也语说 计划员表示 立碑就是要正视历史 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系助理教授陈立福表示 台湾人认为替无名师检谷 集体安葬是做功德 农历七月也有祭拜孤魂野鬼超度亡魂的习俗 他说 例如我们真理大学是在淡水 我们甚至安葬了法国法军的师谷也安葬了 从中国来跟法军打仗的清军的师谷也安葬了 不管他有没有亲戚在台湾 我们都把他埋葬 这是我们台湾人美好的文化 也是我们台湾人因为这样痛苦的几百年以来 我们累积了一些智慧 我们用这样来做一个超越 其实台湾已经在评价二战战胜法西斯战争上 做出了重大的超越 在德国还没有公开出现有政治团体 要为盟军轰炸而死亡的德国人健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排北报道